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最近第76届联合国大会正在召开 那昨天的时候是一个一般性的辩论环节 这次大会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去参加 有些国家就通过视频来参加 那这个大会呢,因为在纽约,那当然是美国是亲自参加了 拜登呢,在昨天的时候亲自到联合国做了发言 那习近平呢,是通过视频的形式 拜登的发言呢,是持续了超过30分钟 而习近平的视频讲话呢,是15分钟 这次大会因为中国和美国 或者说呢,现在美国在拉帮结伙的情况下呢 是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这个小团体之间的斗争 是针锋相对,越来越激烈 那我们就知道呢,因为美国不断的组成一些小团体 现在呢,他们西方的这个联盟的内部也发生了内控 美国现在呢,在尽量的灭火 但是现在看来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 究竟美国能不能灭得了这次火 关键还要看未来的几天 拜登要和马克龙进行通电话 看他们两个沟通的情况 这个还有待于观察 但是今天有一个消息 我认为对于拜登来说 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 我刚才做了一个小短视频 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了这件事 你可以去看一看 好,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 习近平和拜登两个人 一个呢,是到了现场做了30多分钟的一个讲话 一个呢,是通过视频的形式 做了一个15分钟的一个讲话 他们两个的这个讲话呢,是针锋相对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这个语言呢 是如何的唇枪舌剑 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出面了 要求双方呢,冷静冷静,管控分歧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呢,是关于民主和人权的问题 习近平就提到 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拜登呢,则明确的批评威权主义 坚持民主仍是最佳的工具 习近平说 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 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 一害无穷 那围绕美军撤出阿富汗这件事 习近平多次暗指美国及西方国家 干涉他国内兆 8月30日 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耕爽 在联合国表决阿富汗问题 决议草案的时候 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称有关国家应该改变 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的凑作法 改变动辄施压制裁 甚至使用武力的霸道行径 那拜登在他的讲话里面则表示说 威权主义可能试图宣告民主时代的终结 但他们错了 拜登说 真相是民主世界无处不在 没有完美的民主 包括美国在内 但民主仍然是释放全部人类潜力的最佳工具 他说 美国将致力于证明 民有 民智 民想的政府 仍然是造福于我们所有人民的最佳途径 他还直接点出了新疆等地区的人权问题 无论是发生在新疆 爱塞俄比亚北部 还是世界任何的地方 当种族 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受到攻击和压迫时 人们都必须大声疾呼 并予以谴责 未来将属于那些拥抱人类尊严的人 而不是践踏他的人 未来将属于那些释放人民潜力的人 而不是那些扼杀人民潜力的人 未来将属于那些给予人民自由呼吸能力的人 而不是那些试图用铁腕窒息人民的人 这是拜登说的 说的呢 很好听 西方呢 他们就是会说 这一点中国应该学着点 中国的语言呢 往往不是那么的有力 让人听起来呢 好像不是那么的有说服力 只是一些防卫性的 说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属 应该一针见血的指出来 真正的民主 是中国这样的民主 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民主 而西方的民主 是虚伪的民主 它会造成一二三四的灾难 这样来进行对比 既要有概念 还要有内容 还要有实力 这样才有说服力 不能只是喊那口号 不能只是进行辩护 不能只是否认 一味的否认 他们指的你是威权 说我不输一拳 要反击他 你那个民主 才是假民主 反击他 然后呢 关于这个冷战的问题 拜登在这个讲话里面提到说 美国并不寻求一场新冷战 或是一个分裂成 僵化集团的事件 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大国 都有责任谨慎处理 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而不让负责任的竞争走向冲突 你看他们就很会说 明明是他们制造冲突 但是呢 好像他是管控冲突日的 然后拜登呢 还强调说 美国特别重视盟友的价值 这个就非常的讽刺 就连这个BBC都给他指出来 说美国虽然说口口声声的 提出来很重视盟友的价值 可是最近推出来了 这个安全协议 却严重伤害了他的欧洲盟友 法国至今还非常生气 我刚才还做了一个短视频 法国甚至呢 都拒绝了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的这个编会 拒绝和美国会面 放美国的鸽子 拜登还说 在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同时 也在开启不断努力的外交新时代 我们将会为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们 挺身而出 反对强国控制弱国 无论是通过武力改变领土 经济胁迫 技术开发 还是虚假信息 这就是指中国 强国控制弱国 是谁仰仗着自己是强国去控制别人 依赖着美元霸权 依赖着科技霸权 依赖着贸易霸权 依赖着军事霸权 把整个的世界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谁不听话就打压谁 明明这就是他自己 结果呢他能够不要脸到呢 把自己做的事情去安到别人的身上 他说美国将重点转向印太地区 党现在和未来最为重要的优先事项及地区 美国将同其盟友和伙伴一起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加强对这些全球性挑战的集体应对力度 你看都会说呀 他在联合国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响应 不过呢这是一个转折 拜登的这个讲话受到了他国内两党的反对 认为他这个讲话完全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完全是帮着中国发声 因为中国是强调联合国架构的这种多边机构 而不是美国的那种小圈子 现在拜登呢在联合国他也提出来 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 说一套做一套 BBC的专家就说呢 拜登的这一通讲话 实际上就是为他前两天所宣布的那个三边同盟来挽回影响的 来安抚欧洲他这些同盟 同时也包括加拿大和新西兰 这五眼联盟呢甩开两眼 组成一个三眼联盟 不光欧洲很受伤 加拿大也很受伤 新西兰也很受伤 新西兰从来就不跟着玩 但是呢这次新西兰也很受伤 为什么新西兰也很受伤呢 因为美国在他的家门口开始部署核武器了 开始部署核设施了 作为澳大利亚唯一的一个邻国 能不生气吗 更何况呢 近些年来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歧越来越大 走的不再是同一条道路 澳大利亚经常对新西兰 进行奚落 进行嘲讽 试图控制 这两个国家将来也会有分歧的 有可能会有矛盾有冲突的 所以新西兰呢第一个出来反对 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这个核潜艇 然后是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说中国绝不会称王称霸 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面呢 也没有提美国这两个字 但是呢 谁都能听出来 他指的是谁 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强调 国际社会应该遵循 相互尊重 合作公营 和美国不同的是 中国是这么说的 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习近平说 国家与国家之间 难免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而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 另一国必然失败 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 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 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包容而不排他 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和主张 这也是中国一贯的 对美国的批评口气 美国和他的朋友 被中国称为 搞小圈子打压中国 那今年7月份 舍尔曼在访问天津的时候 中国一方就明确的提出来 要求美国停止打着价值观的幌子 搞集团对抗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还多次称美国 就是自以为高人一等 喜欢去做别人的教师爷 但是这个毛病必须得改一改了 中国会和国际社会一道 给美国补上如何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的一刻 习近平说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 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 我们要摒弃小圈子和灵合博弈 习近平说 中国不会称王称霸 我们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侵略和欺负他人 就连你看我前面所说的 中国就应该指出来 中国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民主 你美国的民主呢 是虚伪的民主 然后呢 就进行对比 强烈对比的国施 但是呢 这不是中国的策略 中国不想去让别人 去强迫别人 也走中国这条道路 我们中国就走这条道路 你爱走什么走什么 我们不管你 我们认为这个好 我们自己这么走 我们不会去要求你 甚至也不会建议你 也跟我们一样 你爱走什么路走什么路 那关于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呢 习近平说 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的煤电项目 这是习近平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 做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宣布 中国以后再也不帮助别人 来建这个煤电厂了 这是中国对世界所做的 实实在在的一个事情 其实牺牲了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利益 因为在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之下 中国一直在帮助印尼啊越南啊这些国家 帮助他们来建设煤电项目 习近平虽然说在讲话里面 没有给出这一措施的具体的细节 但是呢很显然 一带一路项目里面 那些煤电项目下一次呢就会下马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和中国在核电方面 所取得的这个突破有关系 中国现在不仅仅在这个水冷这个方面的核电 技术非常成熟 现在中国又突破了不需要水冷 在内地也照样可以建核电站这样的技术 习近平的这个宣布呢 我看到有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很感兴趣 提出来一系列的疑问 我相信他们会下一步非常的关注 那如果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里面 把煤电的这些项目取消的话 中国会替代什么 除了中国呢 不会实实在在的亲自给他们建煤电以外 中国会不会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来帮助他们建 这是我看到西方媒体提出来的疑问 习近平还再次的强调了 中国将力争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我相信中国能做得到 西方对着2060年呢 非常不满 希望能提前成2050年 但是中国政府呢 就是不说大话 不把话说满 给自己留有余地 而事实上呢 往往中国能够提前完成目标 那以上这些 就是拜登和习近平这个讲话里面 针锋相对的部分 唇枪舌剑 针锋相对 两个国家的关系呢 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了 两国的领导人 甚至在讲话里面 都懒得提对方这个国家名字 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看到这种情况 都表达了他的担忧 古特雷斯说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全球局势 甚至令冷战重演 他希望中国和美国 能够管控分歧 他说美国和中国 应该避免一场 与过去不同 很可能更危险 和更能管控的冷战发生 好 关于这次联合国上面 习近平和拜登的这个针锋相对 我就跟你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